绍兴朱记的朱先生租了一块场地 用来教孩子玩平衡车 但他说晚上碰上了一群大爷大妈来打太极 把他的场地给拆了 绍兴朱记印象成一号门前的广场 有一部分租出去做篮球场 朱先生租了旁边的位置 朱先生说他还租了一间商铺 卖小孩子用的平衡车 下面的广场是孩子的活动区 20号活动区第一天运营 我之前知道他们是每天七点半 在这边会打太极 但是我场地已经签好协议 这边都是我的使用范 我昨天摆赛道的时候 我已经在我合同面积里面 我已经烂了三分之二出来 留给他们作为打太极 但是他们昨天过来就是不行 他们全部都要 朱先生说这块场地的位置比较好 属于半封闭式 上面还有挡棚 非常适合孩子活动 他知道这块场地 晚上有人来活动 提前给了几天时间 让商场来处理 运营的第一天 也特意让出了三分之二的场地 但没有想到还是出了问题 昨天他们来的话 我现场里面大概有20个小朋友 在里面骑着这个平衡车 然后他们来了的话 就直接走到场地中间 站在里面 然后稍微缩了 大概不到10分钟吧 然后就直接进来给我拆掉了 前两小朋友停下来了 但是其实昨天还是很危险的 场地大部分是用塑料杆 和锥形筒布置的 朱先生提供了当时拍摄的视频 有不少人站在场地里 旁边还有孩子在玩平衡车 接着场地里摆放的东西就被拆了 他们就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 因为他们之前在这里跳舞 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 我不能来 朱先生说 当时商场的许多保安来做协调 后来还报了警 但老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开 最后只能他妥协 让工作人员先把小孩子带走 但他担心以后每天晚上 都是这种情况 朱继印象成 由两家公司负责管理 朱先生是向朱继市 越都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租的商铺和场地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不是这种执法机关 我们有办法说 你一定不能够在这里 这个区域 对不对 我们就因为老人各方面 我们也害怕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故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只能去协商 就是说大家 能不能就是说 各自为各自都考虑一下 各退一步 那共享这个场地 他们愿意吗 现在就是 对方给到我们太多吃 他们不大愿意 这位工作人员说 他们也提出 让出一半的场地来 或者其他没有出租的场地 也可以打太极 但对方没有同意 朱先生说 商场方去谈的这些方案 虽然会损害他的利益 但他也没有说什么 现在他不想再退让了 因为之前我已经一再退让 我已经在战略上 我退了四五次了 那么还是不行 那么现在我不退了 我就是要按照我的面积来 我一步不退 我就是要我的地方 但你这个信息 我会给到我们 我现在不退了 记者采访的时候 现场有几位当晚来打太极拳的大妈 他们说 他们一定要在这里打太极 是有原因的 大妈们说 他们马上要去参加比赛了 排练很重要 出了这样的事情 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在这里自发生学太极 练太极 但这块地我们已经打拳打了三年了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租的 因为它不属于商场的 是整个是不属于市政府的 所以说商场也是没有权力租的 这个情况我这里也不太清楚 我这个需要我们那个公司的这个 可能前期的发展公司 他们要去对这些事情 因为我是日常不得这个日常的影响 这个情况我去了解一下 因为确实我不太清楚 大概多久能了解好 下桌吧 下桌一桌 听了大妈的一番话 祝先生吓了一跳 他说 如果这块场地有问题 那它的损失就大了 因为我前期的 包括楼上的租金 跟我品牌的一个代理费 前期现在已经投入几十万 投入进去了 如果说这块地 我现在用不了 我这几十万其实就打水漂了 我们主要是要有一块 孩子活动的地方 然后我们产地上面都会买保险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活动空间 祝先生说 他是退役运动员 跟几个朋友一起创业 楼上的商铺主要是用作推广 下面这块地是孩子的训练区 是这个项目最重要的部分 随后 祝先生和记者一起找到 驻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情况 工作人员带记者到档案室查找资料 当时土地出让的时候 33544 这么多旺方的建设用地 我是按照这个面积来交出让金 打个比方说 我这是个工厂 我围墙全部围起来 这块商业服务业 我是以后没有围墙 是开厂的 我这块地买下来以后 我这块造一个大商店 我这边造一个酒店 我周边是打开的 打开这是我用地企业的一些 配套服务的用地 对所以等于说底下那块空地 广场也是他们的了 朱先生说 他会给大爷大妈们看图纸 并说明情况 晚上朱先生联系我们记者 并发来了一段视频 他说他把图纸拿给对方看 但对方根本不看也不沟通 商场方面也派人去协调 但没有效果 他还没有想好下一步要怎么做 不排除走法律途径来解决 邀宝宝宏金眼记者报道